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许已经被魔影震散了 懒得理你 老子 你 你放肆 你敢鄙视我 我去 给这个家伙气炸了 他就算拥挤我的毕生魔功 也要废了你这个小畜生 我堂堂一代天魔 还从未被如此嘲讽过 人我魔谷 我只强魔异 如今神魂强大 我才会快乐 来吧 让你的魔鹰来得更猛烈些吧 什么 你现在还能保持清醒说话 可恶呀 我不信 奈何不得你这个人类 我最强一吼差点扛不住我 这蘑菇狠啊 竟然把自己都哄碎了 师父 救我 这是魔鹰 第四关的魔鹰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院长 你也感受到了 这关魔鹰竟然突破了万藏阁 无妨 那小家伙没事 凭这一关的表现 那沉岛让我有些意外 太痛苦了 这地方怎么会有魔鹰 本长老的玄武学院上百年 还从未遇到过此等情况 实在长老 火谷大爆发 魔鹰传透完藏阁 是不是神御试者 不错 这御试者 陈岛此次 已经神魂魄散 好啊 陈岛就算刚才没事 现在已经凉透了 如此魔鹰之下 陈岛绝无幸存之理 大家好啊 陈岛 这怎么可能 他怎么出来了 陈岛 小子 你莫非没有闯第四关 一定是这样的 这小子绝对是没有闯第四关 要不然 这一切都无法解释 什么 他竟然通关了 他竟然通关了 这不是真的 一个黄武玄的弟子 竟然在第四关获得了甲级评级 小子 说 你用了什么方法作弊 想知道 小子果然是作弊 赶紧说 孝生二大爷我就告诉你了 可知天高地厚 十三长老 拿下他省问吧 本长老可以肯定 以他的身份 绝对不可能通过第四关 此中必有猫腻 为了维护万仓阁的公平 本长老 要拿下你 住手 是万仓阁的太上长老 拜见万仓阁长老 陈岛 通过万仓阁试炼 封黄炎血 归你 终于得到了 多谢太上长老 可恶 竟然让这小子成功了 大皇子那边怎么交代 大皇子 是我等办事不力 报了 是我小看了这陈岛 接下来怎么做 他们要返回皇武学院 拦住他们 废了陈岛 这会不会被院长责怪 除了是我扛 明白 大皇子 好像在针对陈岛那小家伙啊 让他们去碰撞 去战斗 我们不许参与 这是他们最好的成长 大皇子势力和势力 都是过于庞大 我怕陈岛被碾压 那可说不好 传闻陈大师是内境巅峰的高手 是当时最年轻的华境高手 瘦年宗师啊 阴煞古鞭 什么东西 邪招 抱歉 对不住你 那家伙好像只有原英雄 半个月连破三级 开挂了吧 开挂 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 我靠的是 抱大腿 小子 你要是不给钱 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 好 陈医生 你快想想办法 会治病 开什么玩笑 我去 福哥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 双双变这么牛的 看我仗见都市 成就 最强神王 你们竟敢加害无欺 罪不容赚 就连斗雀公的孤雾巅峰高手 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 令我满意的解释 那就只能 灭足了 大祭司 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 是说这个东西吗 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 是一个废彩人族啊 我老婆是魔王大人 每周五日 上午十点更新 不要错过哟 先门弟子来到都市 竟成豪门气哨 我本低调 逼我嚣张 既然如此 我便猖狂 最强气哨 火热开波 一样的热血 不一样的 崛起之路 血鬼 圣灭 刚 解锁漠视的九十九个女主 世人都说 玄家玄虹五公在世 你是说 玄姬和那个叫殷姬的女子 纠结了 一 二 我何时才能为您暴战吧 浏览孤儿竟能守到病除 要想当神医 可不能只懂医术 妙手神医 北周二 周四 周六 更新一集 火爆上线 等你来看 感谢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